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着只要到咱们课堂来 那就一定能够提供 一定能够满足游客您所需要的任何资讯 这叫资讯服务处 那游客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呢 师姐请问这间寺院盖多久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盖的 是谁盖的 刚刚从前面楼梯上来 看到一排的墙壁上面有一排的字 请问那是哪一部佛经 他在说什么 请问这里可以吃斋饭吗 什么时候可以进去 一份多少钱 小孩要算钱吗 请问厕所在哪 小孩子闹肚子闹荒了 这些问题不知道您在课堂服务的时候 有没有碰到过 那您都答得上来吗 而即便游客不问咱们问题 当游客走过来 咱们也得主动地去给游客介绍西莱寺 这个墙壁上面呢 是同科的金刚经 这部经典 佛教徒都很喜欢送 他告诉我们 不要太执着 要看开一点 越看得开 日子越快乐 这里是课堂 里头有咖啡 有茶 都欢迎进来休息 坐坐 也可以听大师说法 那边呢 是美术馆 目前正有书画展览 其中有一幅啊 就是金刚经 那个地方是摘堂 是吃摘饭的地方 欢迎如果时间有空 一定要留下来吃这里的摘饭 非常非常的好吃 那么当您像这样主动要介绍的时候 也得您对西莱寺 有某种程度的认识 您才能够介绍得来 才能够说得来 而且说得正确 所以课堂的义工们 让咱们问问自己 对西莱寺的认识 有多少了 今天呢 在我们的培训课程里头 有准备一个视频 介绍西莱寺 这个视频是在十年前 请台湾人间卫视 到美国来专程拍摄的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视频 从视频当中 相信您对西莱寺 一定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把它放在心里头 那下回咱们再碰到游客 提问题 或者需要什么样的资讯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胸有成竹的 马上提供给他们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详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种子普散天下 伐水常流环宇 普渡群迷 使能广直菩提 佛光山于世界各地 普社别分院 传佛法 安僧众 为世界人心找寻解脱方向 希莱寺是美国第一座佛教国际化的丛林 1976年 美国建国200年 星云大师率领台湾中国佛教会赴美庆贺 过境洛杉矶时 王姓居士恳求大师再美见寺 这是华人音音的期盼 经过洛杉矶 遇了一位杨整同校 王良心先生 很秦诚的佛教徒 他就要用我在这里进一个寺院 我自愧远 愚饮不动 紧急条件不够 能财也不做 就随随他 回到台湾以后 他身犯难辞地 由我来进四月 四亿云音音 我就想 让美国有复发 复发的种子应该评杂四方 一九七八年 瓷装法师和一行法师 奉新云大师辞命赴美筹建 美国规定 近次要有两万人联署 还要经过工厅会审查 一时之间 千头万绪 不知从何开始 但建议的瓷装法师 秉承师命 弘法为重 心无退转 我们要出国的话 对佛光山来讲 它是国外的第一步 所以师父 这个信徒们也是 很感动 所以在高雄跟台北 都在原山饭店 给我们 就是鼓励给我们祝福 那也到我的故乡 伊朗去 去也是这样子 那次我的父亲 也有去 我父母亲都有去参加 后来我车子要走的时候 我心里也想说 这个不晓得 什么时候才能再看 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想说 我要打退堂鼓 要什么不可能的 最初五年 法师们决定 先以服务替代红法 为华人社区解决心灵难题 佛光山知名度日益提升 广受支持 因缘具足之下 大师决定见死 哈岗山鸾洗服 酷似台湾佛光山 当地居民 因为文化隔阂 排斥剑似 多有反对 四方和居民 开了一百多次协调会 和六次共听会 慈装法师和一行法师 默默承受异样眼光 星云大师更带领僧俗弟子 回馈地方的诚意 渐渐将疑心转化成细心 反对声浪渐渐脾息 师父他就是比较自卑 他有想到这样子 那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就去做了 师父就说 我们开始一开始 那一年开始就 这个五百公里还是多少的 我们就寄心请他们过来 来这里吃饭 来这里给他讲话 来这里参观 来这里给他 中国的文化 给他们了解 佛教的文化跟他们不一样的 就让他们了解 他妈妈现在到现在二十几年 还是一直在做 1986年终于准宇开工 却因法令规定 起造人不可以监督工程 工程进行得十分缓慢 由于信众越来越多 先购置一处教堂 命名为白塔寺 如今是国际佛光会的 美国白塔分会 我们希莱斯走一走下去 刚好就是一个路口 多的时候一百个人 各种人种站一排 拿一个很大的步骄 从多的时候一百多人 到最后变成五六个人 最后我曾经碰过两三个人 来我们这边吃过饭了 所以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我猜一下根本都很好了 落成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从家里要过来的时候 车子开过来 整条马路全部都是 写我们的坏话 就是你们是拜偶像的 你们要下地狱了 什么正牌的都是 1988年 一直常常想说 过去那些我们现在讲起来 变成是一种 一种成就 1988年 西莱斯终于开光启用 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会议 也同时第一次在西方举行 这华时代创举为佛教 写下传法西方的典范 从此 佛光山的海内外别分院 以西莱斯终于西莱斯为经验 将人间佛教分登至世界各地 美国大人的大人的美国 也同时在日方的铃铛 在美国的美国 在美国有限的美国 写下的美国 尤其他人 美国有限的美国 也同时在美国有限的美国 LIFE杂志 每誉为西半球第一大四 星云大师 一生提倡东西方欢喜融合 希望东方佛教精粹 能带给西方人士 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维维山门镶嵌着四红誓愿 这是三世诸佛所发的菩提大愿 加持来山礼佛者 都能佛制增辉 涉及而上的五圣殿 殿内四壁敦煌彩绘 五方佛法相庄严 铜板刻的金刚经 象征道心如金刚般坚毅不摧 寺院布局以左右对称 中轴线延伸出大雄宝殿 是最尊贵主体建筑 殿中供奉着释迦牟尼佛 药师佛及阿弥陀佛 期许众生共成佛道 万佛圣像环毕四周 气氛庄严肃穆 犹如至身佛国 殿前绿草如荫 铺满象征袈裟 福田仪的成佛大道 常作为借会期间 精行跑箱 与大型户外活动典礼的场地 大雄宝殿两侧 左侧是会堂 右侧是法堂 还设置佛光圆美术馆 殿与以郎相连 人可以漫游廊下 在微风的呼吸下 光线的流动下 静静观察 注视体验每一处净土 我感觉到我会走到中国 它感觉非常真正正的 它感觉到一并建筑 我会看到在中国 我當時沒有去過那裡 所以我認為是很美麗 藝術 我也是藝術師 我愛建築物 色彩 這是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除此之外 中軸線上依序為 療房 禪堂 藏經樓及懷恩堂 這些各自獨立建築 順著不同的紅髮需求而延伸 和諧地包容在整體建築中 就好像人與人之間要尊重和睦 彼此幫助 彼此讚美 星雲大師自創建佛光山以來 一直為人間佛教的落實而努力 因為釋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間 成道在人間 度化眾生也在人間 大師非常重視人生教化 從生活中去證悟佛法 所以西來寺外觀是傳統 內部空間卻是現代化 超經區的筆 墨 紙 燕等文房四寶 極字鐵心經一篇 能體會中國文化的書法之美 直筆奈叉挪 煩惱化為清涼 當下極悟淨土 佛法要先開悟再修行 世間一切森羅萬象 都是因緣所生法 我說即是空 所以禪堂設計以開悟為要 四周環璧 沒有窗戶只見自己 國際會議廳的會堂 設備齊全 坐前各有麥克風可同步翻譯 法堂就是說法地方 星雲大師在這開示演講 佛化婚禮 各種聯誼會 都在這舉辦 佛光園美術館 收藏展示佛教重要法器寶物 並力邀美籍藝術家來寺展出 增進東西交流 許多來訪的學校團體 參觀文物陳設後 對中國佛教藝術有初步認識 佛陀不但是宗教家 更是教育家 教育民眾在人格昇華中 找到生命方向 建事完成後 1990年 星雲大師立即申請設置大學 如今西來大學 在環境優美 治愈與德育病重下 激發出創造力 畢業學生成為社會精英 大師大師有一個明顯的想法 建立在美國的學校 建立在美國的教育中 幫助西方和西方的教育中 進行學習環境 他也有一個想法 我們在教育中的教育中 和教育中的教育中 在教育中的教育中 現在教育中的教育中 在教育中的教育中 會繼續在教育中 從2002年開始 西來寺聯合南加州佛教界 共同慶祝佛誕 會場中的法會儀式 吸引兩萬人參加 公園隨即恢復乾淨清爽 佛誕節讓大家感受到 不僅是儀式之美 也是尊敬大地的誠懇之美 歷史上 人類衝突源自於互不來往 西來寺連續18年 舉辦祈求世界和平法會 邀請天主教 伊斯蘭教 基督教 摩門教 猶太教 印度教 佛教等各宗教界代表 及各僑團領袖 共同為世界和平助導 短期出家修道會 全程使用英文授課 而戒子手冊各項典禮儀軌 戒本都悉心備有中英文版 美籍戒子由英文劉立芝引禮法師帶領 完成一趟非凡的心靈旅程 諸佛菩薩以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胸懷 救度一切眾生 西來寺多年來 與國際佛光會攜手 積極投入各種慈善政績活動 包括東令救濟 愛心送暖 愛心易整 疾難救助從不缺席 落地生根 常住淨土 佛光山玫瑰陵 坐落於玫瑰岡墓原最高處 可俯瞰盛蓋伯谷區 以佛法安慰家屬 對亡故親友之哀思 以佛式見王超度 將中華孝道追免先人之美德 落實到美國 西來寺二十五年來 仰仗佛陀慈悲 星雲大師悲怨 僧信二眾合作 才能走過荊棘 讓佛教的種子 在西方生根 處處締結菩提道果 看完了上面的視頻 相信您對西來寺一定更熟些了 西來寺是咱們的家 讓我們一起來關心它更了解它 下面邀請滿貫法師 為大家說明 平時在課堂值班的時候 該注意的一些事項 我們要到課堂這邊來做醫工 我們有這個師兵醫工工作的注意之項 有幾項 第一呢 我們要注意客人的這個需求的時候 我們讓客人呢 有這個如歸的感覺 第二呢 我們每天呢 要記錄這個日記 在記錄日記的時候 請大家用心 把所有的事情都寫下去 不要以空 我們用心你們去服務大家 第三呢 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 你這個 穿的是很重要 你們去服務的時候呢 我們要穿著 這個課堂的制服 要配著我們的 依工的 依工證 這個服裝上面呢 我們穿著的是 黑色為主 外套呢 外面要配合這個 佛法會的 桃紅色的外套 那我們呢 還是要化一些妝 這個 師姐們的妝顏 要搭發 頭髮呢 要梳理 神奇 香水呢 不要太濃 可以脫衣蜂呢 臉上要帶著味 一笑 講話呢 要很容易的 不要摸他身 這樣呢 給人家感覺到很溫馨的心頭 然後呢 一到呢 這個外契 朋友打電話來 家裡打電話來的時候呢 我們呢 可以到外面去接電話 然後呢 聲音一方響 這個客人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要很好的招呼他們 到介紹我們 試來試所有的活動 一到看到客人呢 他們在那邊談話太大聲了 那個超經的時候 他們把食物放到裡面去 超經那邊呢 我們要總會去 很微笑的提醒他們 還是否則我們用手 試著告訴他們 就是小心一點 現在呢 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工作 內容 早上是9點到1點 下午是1點到5點 早上來上班的市姐們呢 要準備茶水 咖啡 要去注意我們的結營 結營的書 要放好 那書家呢 也要擦一擦 打掃的時候呢 要記得窗戶也要打掃 要四地 然後外面的這個地上的 旁邊的地 也可以要去掃 請掃佛像 我們也要欣賞 這個是早上班要做的 從二合堂到小瑞士 然後下午班的人呢 我們就是下班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記得清洗咖啡壺 那個茶水桶 然後裝水準備給第二千個人用 然後呢 我們擦桌子 窗戶 榨榨米 掃地 水機啊 不要洗 那記得 醫工的金房 還是一定要打掃 那個垃圾桶的那個垃圾呢 大家去注意一下 醫工室的那個 是所希望 我們外面大衛的師姐們來用的時候 我們盡量 不要給他們用是因為 裡面是密封的 播放影片 記得內容啊 要以佛光山出版 出版式為主的 然後我們最好是播這個 信雲大師的演講 我們知道英文字幕 沒關係 我們可以把英文字幕轉給他們 轉完的時候 記得要轉回來 這樣方便下一個人可以使用 有人來申請佛光卡的時候呢 師姐們請你們大家用心好好的告訴他們 我們要給他填申請表 申請表有分的三種 一個是申請中文的 所以以中文為主 中文為主的時候呢 上面那一行 請不要寫英文 只有寫中文 下面呢 它有一個是Premium 那個是要用英文Premium 就寫英文名字 在下面 然後以英文為主的 這個ABC的小朋友 還是美國人來的時候 他要以英文的表來填 這個是最重要的分開 還有一個是 儀式補辦的這個呢 就是因為他有申請過 他不見了 儀式補辦的這個表 他要付五塊錢 這個不需要照相 其餘的全部要照相 然後在這個申請的時候呢 希望大家要過目一下 過目一下那個遊客 我們可以跟他們先講 今天這個佛光卡的意義是什麼呢 參加法會 他們也能登機 這個法會的時候用這個卡 做義工的時候 他們要用這個卡 接書的他們要用這個卡 去讀書館接書 然後還是否則呢 他們今天來參加我們的 讀書會 我們所有的一些 這個西蘭師所有的活動 他們要build up 他們就叫credit的意思 就是credit呢 是等於他們的功德的意思 所以這個也可以從全世界 打到他們的功 就累積他的功德 今天 他沒有想要做義工 沒有想要參加我們的活動 讀書會 所有的時候呢 我們就用一個很好的詩 跟他們很好的提議 跟他們講 這上面不是給客人填的 這是我們內部專用的 是內部用的 所有的世界也要跟遊客 他們去談話 去瞭解 去填下所有的 一個他所要的意思 他要的這個 都是從裡面 對 都是從裡面 對 都是從裡面 但是我們有時候 下午班就是看到他 就會擦掉 但是有時候 能感覺到這個水 應該也能質問一點 一些 過不完呢 就放在這個箱子 然後再把它 放在大垃圾後 然後我們就 每個一天 這個箱子 我們一定要給人 給人 給人 這個四點 今天的培訓課程 就到這邊圓滿 主要的重點 是希望幫助大家 更認識謝萊寺 也想幫助大家 對於平時 在課堂的工作內容 能夠更熟悉 以至於每天 我們來值班的時候 就能夠以溫暖的笑容 親切的服務 還有勤勞的形象 服務萊山的每一位遊客 這一方面 讓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接下來我們還會陸續的 舉辦各類的 培訓課程 讓我們在每次的 培訓課程當中 都學習更多 以至於我們能夠成為 一個更好的義工